进入高台山的产业道路前 先到全家坚实也将花店休息 跨越纳罗西进入产业道路 路面不平 有许多坑洞 低底盘车辆要注意 留意高台山第一登山口指标 沿路宽广处皆可停车 镜头回转区请发挥功德心误占用 岔路走到两分钟就能到登山口 岐灯是一段崎岖的陡上山径 岐灯是一段崎岖的陡上山径 也有许多青岗粒 走上冷线后坡度稍缓 一段崎岖的陡下山 粘进布满掉入的枫叶 有许多巨大岛墓 从山谷上方往下看也很壮观 西子绝叶上有像握卷般的猪牙 这棵大树很特别 但是近日人潮较多 先登顶再回头欣赏 迪达海拔1510公尺的三角点 有三等三角点及森林三角点两颗基石 高台山也是露营的热门场域 许多年轻人会呼朋一半来此享受森林浴 在平坦柔软的山木林躺平野餐 经过露营区不久 进入陡上林线 转弯处有缺口可展望 能够远眺市区景观 看来今天没有云海可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过一段上上下下的森林土坡 就能抵达观景平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海在遥远的北方 风势强劲 不宜久留 前方是高岛纵走路线 我们今日从右方小镜折返 下回再来纵走 小镜上满满松针 柔软到可以在上头弹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叶木姜子 叶片上的杯状重饮 今天终于亲眼一见 回到营区稍坐休息 接着一路向下 这个锯木有树洞 树洞和板根的形态 静看很壮观 但不知是什么庶民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路前方是往第二登山口 许右回到第一登山口 差点坐过结石类类的基石树 果实饱满 在山木林中特别抢眼 在山木林中特别抢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在山木林中特别抢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